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经常会伴随有隐形缺氧状况 从无症状快速恶化到缺氧以至于危害性命 许多科技品牌也纷纷加入智慧穿戴装置行列 要帮助民众随时保健监测自己的血氧等健康状况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许多确诊个案看似正常 一辆血氧浓度却过低 随时危机生命 于是民众纷纷常买血氧机 避免沉默缺氧上升 除了咽血以及止压式光电感测 不少民众会选择智慧穿戴的手环手表 随时监控自己的血氧等健康状况 低于95%就有缺氧情形 更低则应立即就医 血氧手表基本上它是可以借由手表来做 就是五大的健康检测 就是有包含心率、血氧 然后呼吸次数、睡眠检测、压力检测这五项 大概一到两分钟之间 然后血氧都会把你检测 然后建议手表要戴的服帖 对然后如果你有乳液啊 或者是你戴的太松的话 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戒指 然后影响到它的监测 这是目前就是三星最新的那个Watch 3 然后它是不锈钢材质 然后它的话就是我们的转 外框的话它可以就是用转盘 就是转然后它内经有血氧功能 又有跌倒侦测 那一般的那个通话也可以就是来电都可以接听 然后讯息也可以看也可以回复 测试一般的话它是要平放 然后就是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 就是你要手完全不能动 然后平放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如果是老师或者是学生身份的话 就是只要是公司力的话 我们就是凭那个优惠序号的话 都可以就是打发五则 现在因为民众分分就是蛮害怕 有可能会有快乐缺氧的发生 所以目前都会去找到 比如说智慧型穿戴的一些手表 有侦测到血氧的功能 那所以像GAMI Apple跟三星 这三大品牌的话 目前都有推出相关的血氧功能的手表 那每天都至少会卖出一到两只 那现在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公司也推出了餐厅的外带自取 或是树立变的方式 就是我们提供馆外结账 你可以提前先专柜预约 预约完成之后 我们会指定在馆外的地方 来做离线结账的方式 那你不用进到馆内 就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商品 那也希望华联的乡亲和民众 可以多多使用线上购物跟外带自取的功能 专家提醒 疫情期间可持续佩戴 保持感应处干净服贴 随时留意血氧状况 民众也能透过步行 计算呼吸等方式自我监测 若按照平时步行速度连续走6分钟 身体感到不适 务必就医 在没运动状况下 正常人每分钟平均呼吸12至20次 若发现自己每分钟呼吸超过30次 也建议尽数就医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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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